这个碰到老婆 她当然我们聊的也算是OK 但是有一个不太OK的就是 哇 她是佛光山 那我是12岁受洗的基督徒 所以那个礼拜天麻烦 麻烦 我要去法会 我要去讲道 两边 嗨 大家好 我是阿比林辉军 欢迎来到阿比妹妹说 没到了选举旺季 就是政治模仿秀 大显身手的好时机 在台湾政治人物模仿秀 一项都是观众最爱看的 不但有纵意式的夸张表演 还有揶揄实施的讽刺桥段 但你知道台湾第一个 把政治人物模仿秀 正式搬上荧光幕的是谁吗 就是她 资深艺人邓志宏 带着眼镜书着服贴的西装头 这是艺人邓志宏多年前模仿的 陈水扁总统 对不对 刚从去的时候啊 走在路上啊 还有人从后面叫他 阿扁 害我下一大跳 我好久不见他了 还有人叫我阿扁 然后叫他总统 我好久不见了 他这样子叫他 还讲什么你知道吗 我演陈水扁十部剧演车 五部不要钱了 真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啦 那个时候 人在高峰也会在低谷 你看他上去又下来 感叹世事变化 当年因为政治模仿 邓志宏跟陈水扁 结下深厚的情谊 还曾为对方站台 后来却成为导贬成员 谢谢你 还有这一位一代大师 邓志宏模仿的背后 可是带着敬畏跟谨声 白花文写的最好的千三瓶 李敖 中山堂表演赶紧看不看告你 他就这个调调 所以李敖有话说 李敖笑傲江湖又来了 你这个前面这一句一定要有 一定要吊铃铛很吊 李敖笑傲江湖又来了 台北这几天战云密布 可以说是打得如火如荼 模仿李敖 我告诉你 你还得带走 因为他会告人 我告你 所以我那时候 王伟中说 学一下李敖 我说不要吧 没事 拜码头 拜码头 就去见李敖 我说大师 可以模仿你吗 可以 不能光我骂人 我不让我骂 可以可以可以 祖宗八代都骂 没关系 有一样不可以讲 我说哪样不能讲 杨伟不能讲 事关颜面 然后拿出一堆药来 白开水 很好玩 对 我给你免死金牌 得到大师的首肯 邓志宏的模仿 干脆直接跟李敖 现场交手 这本书 我看你就是你最后一本书 我不可能 跟我李敖一样 制作等身 你这个假货 我跟你讲 吴东县学过我 投冠群也学过我 以你学的最像 最该大 在那个老三台节目编审制度 严格的时代 邓志宏靠着政治模仿 演艺事业来到巅峰 但其实这背后隐藏了一段 不为人知的伤痛 爸爸因为白色恐怖 他被人家 就莫须有的罪名 然后他没有工作 他也不能去上班 我爸爸的事情发生之后 我就关心这些政治的事情 然后就变成 好 我要报仇 我帮我爸爸报仇 我就消遣这些大官 消遣你们这些欺负人的 原来邓志宏的父亲 曾在公卖局当树务股长 但因为不愿意配合贪污 被诬陷丢了工作 家里经济顿时断吹 身为家中长子的邓志宏呢 一肩扛下所有家计 那是我富安兵一回来 我就觉得说 赶快来赚钱 赚钱的最快的手段 唱歌 跟三弟邓志宏 及两位好友 共祖湘音四重唱 是当时台湾少见的男子团体 优美的和音 回荡在中华民国 和美国断交的这一年 当年只要香音四重唱 半年唱会 一定场场爆满 甚至红到国外去 也上了省殿侠的欢乐今宵 然后香港人很喜欢 那时候最红的广东歌 我们唱成四部的 龙斑龙老 万里偷偷公遂永不妖 是四部的 他们香港人一听 哇 像新加坡 哇 台湾仔 台湾小孩这么厉害 但这段风光日子 没有维持很久 后来弟弟邓志宏 因为谈恋爱离团 香音四重唱 宣告解散 只剩邓志宏一个人 留在演艺圈闯当 那个时候都是帅哥在唱歌 刘文正那些 哇 你怎么唱嘛 然后费玉清 对不对 然后都是都是 那要不然就粗犷了 于天 那我就在艺术歌 流行歌的中间 那怎么办 正当他摸索 未来该怎么办的时候 这个前辈的表演 吸引了他 我听听看 怎么没有声音的 年轻怎么可以给你听到 你听到你等一下就会变了嘛 我其实一次亏没有吃第二次的啦 我从心里面念出空气 好小气 你看我变嘛 怎么样 这个就是你 对 很可爱 然后再看徐柏了 那个口技魔术 然后他的身体语言 然后再看那个谁 朱哥亮他们 然后我想说 OK 主持人是 靠着勤奋跟努力 邓志宏很快地在秀场 占有一席之地 之后他投身政治模仿节目 争边时事跟当权者的话题 引起观众共鸣 在台式演了一年多上面下条纸 不要再演 再演就动摇果本了 所以就没有啦 不仅节目被迫喊停 邓志宏之爱的妈妈也在那个时候过世 双重打击之下 他陷入了人生最大低潮 当年邓志宏50岁 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 却决定放弃事业 学富与 看在好友王伟忠眼里 简直疯了 伟忠还跟我说 老头你几岁了 我50 50干嘛学那个 多困难啊 那真的太难了吧 放了花花银子不挣 跑去哪儿 其实人各有志啦 卫留台湾后 2020年 什么款 过来选这位总统 哎呦呀 我记得 过选这位总统 对啊 很多 你多 别小看这个木偶 可是特别到日本定制的 完全照李登辉身形打造 只见邓志宏跟莫一搭一唱 看清楚了吗 莫的声音呢 可是从他的肚子里面 发出来的 呼声音超好啊 哦 要有搭档 选总统要有搭档 搭档都已经找好了 是啊 什么人 说出来跟你害死 拜托说一下 很好奇呢 听好了 是 林志宁啦 我记得 很多 最近还在练一个东西就是 我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Hello 你好啊 哎呀 好久不见了 小意思 要结婚了 这个很厉害 这小东西 我觉得他头回来很昏 就是嘴巴听到嘴声 然后后面再发声音 对 怎么会这一张 声音的 假装 这还蛮厉害的 就是 嘿 三七两一夜 What Your voice delay Ready Ready 嘿 怎么会这样呢 哎呀 糟了 哈哈 了不起 这 Don't know My voice Ease Delay I don't like I won't My voice Duck 哇 哎呀 我不要跟这种人在一起 好可爱啊 哈哈哈哈 很厉害 很厉害 这个练多久 嗯 很长一段时间 天啊 要练到就是 小脑跟大脑要分开 对啊 连小S跟蔡康勇看了都惊叹连连 那时邓志宏原赴美国拉斯维加斯 跟加拿大拜师学富语 没想到回台之后 却发现没有表演的市场 就在这个时候 孙悦的一句话点醒了邓志宏 她开始带着娃娃做公益 孙悦不仅仅是邓志宏的心灵导师 还是大霉人呢 就带去见孙叔叔 然后孙叔一看 哦 我跟你讲 那个那个那个 赶紧 不能没有名分啊 你带她去登记 没有不过孙悦叔叔的催婚 邓志宏带着小12岁的何佩琪 到护镇司务所去办登记 当时她已经65岁了 却是人生第一次插帽 但其实这段姻缘呢 对她来说 真的是得来不易 当时我们认识之后呢 我觉得我们聊的也算是OK啦 但是有一个不太OK的就是 哇 她是佛光山嘛 那我是12岁受洗的基督徒 所以那个礼拜天麻烦了 麻烦 我要去法会 我要去讲道 两边 两人因为工作认识 何佩琪是色彩能量师 曾有过一段婚姻 还有一对宝贝儿女 虽然当时两人互有好感 但因为信仰跟价值观的不同 距离越来越远 这个人有自大狂 有自恋狂 对对对 然后什么毛病都是 就是艺术家有的毛病 他通通都有了 难溝通 对对对 伤胖有点臭屁 对 那个时候 对 我就想问这个人我应该是 老死不会往来的 欣赏归欣赏 但是就可能拒绝往来付 两人断了联系 直到三年后 何佩琪主动打了这通电话 我问她说你好吗 我说还好 还可以的 然后第二句就是 我信耶稣了 对 我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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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你怎样你怎样你怎样 我受洗了 你怎样你又要 受洗 不会吧 后来 不是因为你不要误会 再度重逢的两人 很快的成为恋人 叔叔就讲救救他了 你不要再考虑 人家不考虑你就都不错了 你赶紧赶紧赶紧 交往三个月 就决定攜手终身 五个月后的这一天 不办婚礼 那时候为什么大家 会选在双十节 不是我们选的 那不是我们选的 我们根本就要不到 我们想要的时间 黄仲坤 黄仲坤说 大哥很好 双十不就两个十字架吗 这上帝给你的日子 要了要了要了 我说是哦 这场新人年纪加起来 将近一百二十岁的世纪婚礼 主婚人当然也要重量级 就去找孙老爷 孙子说你 以前 牵老婆 牵我的老婆 牵佩琪过来 哦 可以 我那一辈子是牵过我女儿 她是第二个 对邓志宏来说 结婚不只是终结王老五的生活 也是完成父亲的遗愿 她说你爸爸不放心你 我说啊为什么 为什么好不放心呢 对不对 她说你没成家 放心你 没有 又往生没有人拜 就跟爸爸说 我会结婚 你放心 我一定会去结婚 我只是运气不好 但是我以后会结婚 二零零三二零一五 又过十二年了 老婆卖掉台北的房子 跟着邓志宏搬到台中 两人的婚姻生活充满温暖关怀 那我有时候打球 膝盖痠痛 她就会拿 温浸缓 就 会减缓那个疼痛 痠痛真的有用 有爱的 因为我们三分线很远 投得很远 这个地方有痠 这里痠 她就可以帮我弄 人际有感觉 不痠很怪 痠是正常的 采访的过程中 老婆一会帮布宇娃娃整理衣服 一会又拿着唇蜜帮老公补妆 贴心度百分百 来 准备 聚精会 我的眼镜 齐聚日常 老婆打理 邓志宏坦言 刚开始会有些不适应 但时间久了 也就习惯了 还越活越年轻 至少我已经比结婚二伙 气色好多了 很多朋友说她 这两年比结婚的时候 气色好得更多 老婆万岁 万岁 万万岁 齐克 邓志宏放下过去大男人的自我 多倾听另一半的建议 三不五时来个小约会 罗曼蒂克一下 迈进古希之年 这位台湾政治模仿秀鼻祖 邓志宏远离选举喧嚣 因为携手相伴的眼前人更重要 以上是我这回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听完故事的你喜欢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阿比哦 如果想看更多 欢迎你到台湾大搜索 找到阿比美美的单元 别忘了帮我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们下回见